嗨,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今天我們要學的是 いつならますか? 的用法 今天的比較輕鬆 它的意思是,什麼時候的話方便做這個動作呢? 那個意思 比如說,什麼時候的話方便過來呢? 什麼時候能見面呢? 什麼時候可以過來修理冷氣呢?等等 可是常常會用到這個用法 他用日文怎麼說 知道的同學也是,複習一下 先看一個例子 什麼時候方便過來呢? 來是きます 整句話 所以,常常後面是可能動詞比較多 再多看一些例子 什麼時候方便能見面呢? 什麼時候方便能見面呢? いつなら会えますか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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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個 什麼時候有時間呢? いつなら時間がありますか? いつなら時間がありますか? 第三個 什麼時候方便 什麼時候方便過來修理呢? 什麼時候方便過來修理呢? 過來修理 修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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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いつなら時間がありますか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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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就今天的课到这边 拜拜